刚才有吃爱心便当 对 我女儿做的 我宝贝 你跟宝贝的关系应该很好吧 哎呀 我跟你说 我做妈妈的样子跟我做老板的样子 是差了十万八千里的 做妈妈是什么样子 我是她的朋友 有的时候我会扮演她的女儿 被她照顾 就像 对 她今天煮便当 她要求我要吃她煮的便当 她担心我的身体不好 她就做便当给我 然后 我交朋友她会管 不是我管她 她交朋友我不管 我交朋友她管 然后我们家要是有客人要来 我必须先将求她的同意 所以 在 有一个东西我就会 十足地扮演母亲的角色 就是她小时候的学习 教育这个过程 然后我管孩子 我 我现在讲你们没有人相信 我会打小孩的 我会处罚他的 这么严厉 对 我非常严厉 她的英文考92分还是会被我打 因为她的Nurse拼错 而在两天前我们才去医院 我教她Nurse怎么拼的 她没有做对我就该打 所以她一生都会跟你讲 我考92分我们还打我 你还打我 但是我告诉我女儿 我说分数不是一个重点 是你到底有没有尽脑 那她小时候有时候 考60分她很生气 气得半死 但是我觉得好棒 我想要去庆祝 因为我觉得她已经尽力了 所以我从来不用分数去看我女儿的学习 重点是她有没有认真学习 就是这个过程 她是怎么做的 如果这个过程她已经尽力了 仍然是失败的 我觉得去庆祝 所以我跟一般的妈妈是 好像不太一样我觉得 对 而且我不是用嘴巴讲的 我真的是这样的 我真的做到这样 因为我真的认为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女儿学这个学科 她真的学到东西了 这个学科可能才通常都六七十分 I'm very happy 但是如果说她每次我考一百分 那等到老师毕业了 老师不见她也什么 那个学问也不见了 我不会very happy她考什么一百分的 所以我处罚孩子在小时候 不是根据分数来的 是根据她当时学习的态度 因为我前两天才跟你讲Nurse 对吗 我们去医院看医病 考试考出来Nurse 你还拼错 你那个心是放哪里去 记得好清楚啊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她小三吧还是小二 我的女儿上了小四吧 我就再也不动手了 我打孩子是小时候打 我对孩子严格是小时候 可是很多父母很奇怪 幼稚园宠不要死 然后到了小学中学就开始骂 我没有的 很叛逆的那样子 我不 我就是她小四以上以后 我不骂她了 我很尊重她 甚至我会问她 你自己愿意做什么选择 然后她成绩好不好 我要她自己负责任 我再也不碰她 我再也不骂她 然后我就变成现在这样的妈妈 就是给她很大的空间 可是别人看到我这样 都以为我从小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小时候把她关在屋子 因为我们外面的门 跟中间的门 是有一个空间的 她不可以进客厅 但是她又不会被坏人抓走 我就把她关在那里 就在那个空间里头 她跟我哭一直求我开门 我就是不给她开 天啊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以前有多么的严格吧 现在她就管你了 对 但是我所有的严格 都是在她小时候 好 好